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BuddleStrap5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BuddleStrap NPM入门模板 是这样 上期我给您讲解了如何导入BuddleStrap5 对不对 其实BuddleStrap官方给咱们提供一套基于NPM的入门模板 让咱们可以快速的使用BuddleStrap进行开发 今天我就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目前我给您介绍的版本是5的版本 其实5的版本它正在开发当中 所以说今天我运行的时候 如果出现错误 您不要奇怪 它还在开发当中 您如果用相通模板4的版本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是完全的可以编译成功 可以跑起来啊 好那咱们试一试啊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使用BuddleStrap NPM Starter 这个模板库建立一个BuddleStrap的工程 好不好 咱们以前咱们学到的BuddleStrap 还没有说什么有工程的概念 是没有啊 今天突然间有了一个工程概念 咱们就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go 这说官网其实就是它的Github 它在这个官网的Github上给咱们提供一套 叫做BuddleStrap NPM Starter 这么一个标准的BuddleStrap的开发模板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目前我给您看到的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给您看的是V5α1的分支 一般来说 您用MAN这个分支是最好最稳定的 好不好 但是它这个MAN分支 目前支持的版本是4.5 它说准备要更新到5 因为5还没有正式release 所以说它现在支持的是BuddleStrap 4.5 您用这个版本下载编译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是可以跑通的 但是我在当初去做这个课件的时候 我用5的版本是跑不通 但是今天我作为一个知识点呢 给您介绍一下 如果今天咱们运行下面代码编译没有成功的话 您不要怪小马这个视频做的不好 是因为它现在正在开发当中 好不好 OK 现在少许 咱们马上实战啊 看怎么使用 我在本地开一个窗口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OK 在这个工作文件夹里面 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把这个模板库克隆到本地 好不好 试一下 这非常快嘛 对吧 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夹 同时使用NPM进行安装它的必要包 咱们先用这个扣咱们进一下 好 这是它的 一会咱们看一下它结构 咱们首先先安装 NPM安装 好 再安装的时候咱们看看 咱就看哪个 咱就看它的package 这个package 我看一下它的依赖的地方 大家请看 开发依赖 这是它开发依赖 所以那种大型 还用到这个Auto Prefixer 然后这个是大家请看 现在因为我装的不是它的五分值 我装的是4.5分值 所以这地方您看到的是4.5 一会儿我给你演示一下五分值 先给你演示一下这个4 这个4是可以没有问题 可以编译成功跑通的 好不好 OK 现在编译成功 但是它提出了五个警告 咱们用这个命令进行修复一下 好 让它先修设咱们看 其实这个模板很简单 它是基于一个SaaS的开发 也就是说这个Bootstrap5 它对CSS也是进行编程的 对于CSS编程 其实有两种主要的框架 一个是Less 一个是SaaS 以前Less比较流行 但是最近好像大家 我看很多的网站都用SaaS 就是这个S 其实应该要SaaS 它叫SSS 一样的一回事 其实咱们就是对这里面 巴巴巴进行一些编码 对吧 OK 然后这是它的主的HTML的框架 一会儿运行起来 咱们会看到它给咱们听 这个Sample例子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它其实这个模板 把所有内容都集成到了 它自己的样式单当中 好不好 OK 看我这个装完没有 装完了 OK 清一下屏 然后干什么 然后咱们就可以运行了 稍等 我回到我的课件 怎么运行 咱们首先是这样 因为咱们是做了SaaS SaaS是CSS的编码 对不对 是CSS的编程 但是浏览器并不认SaaS这种语法 咱们需要把它变成浏览器 所识别的CSS样式单 好吗 用这个命令进行一下编译 够 两个这个VS Code栽块就是不太舒服 它经常切换错 你看这又切换错 好 然后咱们这个Watch是什么意思 这个运行Watch就是说 您本地如果SaaS文件再发生变化的话 您不用再手工再进行编译了 它自动就会进行编译 好吧 因为咱们现在已经编译完了 所以说咱们不用Watch 咱们直接用SaaS运行 如果您在开发的时候 我建议您用这个Watch方式 为什么 它是基于这个NodeMone 这NodeMone是个干什么的 这个NodeMone就是扫描监视您的文件 一旦发生改变 它就会重新编译 这是NodeMone 以前我开发Node.js的时候 它经常用到NodeMone 好 咱们先稍续 马上开始 看一下它给咱带的模板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go 好 运行起来 大家请看本地的3000访问一下 哦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初试模板 怎么这么大呢 我看能不能调小 调小 我本地设的400% 好 然后咱们可以去点击 注意 我点一下击 大家请看 出来了 是吧 OK 非常不错 这就是Buskab的效果 非常好 但是现在我给您运行的是4.5 是可以跑通的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接下来我把这代码关掉 咱们干什么 咱们跑一下5的 这5的 我当时可是尝试失败了 咱们再尝试一下 看看 是不是今天还会失败 好不好 试一下 接下来 我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还是这个模板 咱们现在使用一下 Buskab 5 Alpha 1 这个分支下面的模板的情况 刚才 咱们用4.5正常的跑起来 而且跑通了 对吧 是可以使用的 但因为现在是这个 BS5 这Alpha 1正在开发当中 所以说今天咱们运行的时候 也许中途会出错误 这个请您原谅 不是小马的问题 是它这个版本正在开发当中 好不好 那先手续开始 怎么做 首先通过Git Branch 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库当前的分支 咱们刚才用这个MAN 这个分支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的稳定 对吧 今天咱们斗胆挑战一下这个分支 好不好 这是这个第五个版本的 Alpha 1的版本 抗行不行 怎么做 咱们首先 Check out 切换到这个分支 没问题吧 然后清一下屏 然后咱们把刚才的内容 工作号再走一遍 干什么 NPM安装 对吧 因为到这个分支之后 那些裤子都不算了 需要重新安装 因为它默认引用包 有一些包 有安全隐患 所以说 您通过这个地方 需要做一个修复 修复成安全的包 咱们这地方也修复一下 您在本地一座 也需要修复一下 OK 成功之后 干什么 刚才咱们还编译了一个SARS 这地方咱们照样编译 再编一个SARS 没有问题 这个很快就完了 接下来咱们本地运行一下 看看吧 我当时做客舰的时候 这地方还报错 今天做视频的时候 就不再报了 好 看来还是可以 这两天它也在有所修改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默认的BS5的启动模板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点击之后 不能点击 我看看是不是 它这个GS有错误 果然 它GS是有错误的 咱们刚才4.5的版本 可以正常的点击之后 弹出对话框 但是现在请看 咱们现在用这个5 α1的版本的时候 就不行了 说明它这个版本 还在开发当中 并不稳定 所以说 作为学习来说 目前并不推荐 您使用它的α1的开发分值 好不好 如果有朋友想 怎么说 想用一下 这个BlueStrap官方给咱们提供的这个启动 入门模板的话 您应该用4.5这个稳定的版本 好不好 推荐给您 OK 以上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了 BlueStrap它给咱们也提供了一套入门机的模板 有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下载尝试一下 OK 也是一个知识点 好吧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您也运行一下 OK 那是一个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订阅一下我频道 然后呢 点赞加转发 谢谢您了 好 那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